211 《都市日報》 冠名與指數 2015年7月27日新聞 P12隨即應變黃德記港股上週五反覆下跌 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 一美國企業貴到業績好壞參半 美股下跌拖累 而內地A股先升後倒跌 三財新中國PMI指數跌至一年以來最低水平 應該不會是一 即使有點影響 也不會是決定性 原因是港股走勢 極其量只會是開始時 跟一跟美股 之後一定跟A股 肯定不會是二 為什麽 雖然剛才說港股走勢 很多時候跟隨A股 但上週五卻明顯不同 當日內地A股上仍有不續升幅 當時遲也錄得接近三百點地幅 早段走勢背道而遲 很有可能是三 不是嗎 當財新製造業PMI數據公佈後 港股隨即轉弱 增炒數更在早上九時49分一分鐘內 期復活超過一百點 等等 財新採購經理人指數 KXNPMI 無錯 這個財新的內地經濟數據 其實是前清作驗甚深滅指數 這個由數據編選公司Market 美國上市代號 M.R.K.G. 以統計 主要量度外地中小型企業景氣的指標 這個數據的冠名權 是通過投標獲得 過去五年一直由作驗甚徐此報 A在此之前則是李昂徵券 最新冠名權則由財新傳媒 一間提供財經新聞和資訊服務的內地媒體奪得 指數現名為財新中國通用製造業PMI 其中數據如藍籍初值 會根據調查總養本85%至90%數據作預先評估 上週五早上9時45分北京時間公佈 初值為48.2 不但創15個月以來最低水平 更是連續5個月低於50%需分界線 7月份最終值得會在8月3日發布 中國以外亞太地區 包括日本、韓國、台灣、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等 PMI官名權 即由日經Nikki擁有 中東國家包括沙地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杜拜和埃及等 PMI官名權 即由雅聯酋銀行Emirates NBD所擁有 此外 還有Ousterbank北外爾蘭 PMI 隨演唱會和電視籌款節目 經濟指數同樣可以換名贊助 逢週一至週四見報 金利封證閉 S報執行董事 加拿大大學同學會首階極出財進封業獎得獎者 證券商協會會董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理事 中華廠商聯合會專業諮詢服務計劃顧問 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委員 高智商人士組織名書會員 澳長線持基金名譽理事 定期在電視台、電台及網上媒體主持財經節目 並在多份報章及雜誌撰寫專欄 常獲要接受中外媒體訪問 同時擔任企業培訓及投資課程導師 該人著作包括投資得機 按 提提提提提提述 去支付家人士組織名證定 4.0217 8.6205 4.6215 5.8232 8216 7264 9236 9245 9242 9248217 9256 9249 92489 924821827 9248278239 9248238.8239